在你脑海里的经济危机是不是 富人就大面积的破产 我只想说错大错特错 经济越差 有钱人反而会越来越富 而普通人会变得越来越穷 看2023年上半年 全球富豪个人财富 其实就一目了然 仅仅上半年 他们的个人财富就增加了8000多亿刀 看到这里 你是不是也想真诚的发问 我们真的是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吗 毕竟今年的市场行情 确实容易让人感觉到焦虑 今年全球90%以上的国家 都在面临严重的经济衰退 钱包缩水 物价上涨更严重的是 房子断贷 银行破产 但我们越焦虑 富人就越兴奋 因为对于他们来说 经济越萧条 他们可以挣钱机会 其实也越多 这可不是因为经济萧条的时候 韭菜多 而是因为富人们 普遍掌握着一个心照不宣的秘密 在对的时间 更容易搞钱 这可不是什么玄学 咱们一起来看看这张图 这张就是近期火遍外网的 发财预言帖 图片写着一个人人都关心的问题 什么时候搞钱合适 制作这张图的人叫George Twitch 他于1870年制作并发表了这张图 这就是被富人们称为 财富圣经的经济波动周期规律图 图上简单的把年份分成三类 第一类是恐慌发生的年份 B是经济繁荣的年份 C是经济下滑严重的年份 如果你能照 C到B资产价格飙升的阶段 你就能轻松的赚钱 按照这张图的趋势来说 2020年会重回高点 同学看到这肯定误了 只要我们能抓住23年到26年 这个时间的搏一搏 别墅靠大海那不是梦 话说回来 这张图它是不是发财预言帖 咱们工写不论 但有一件事是真的 那就是经济是波动的 不会一直好也不会一直坏 总是以周期那样的循环往复地 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那么作为普通人的我们 应该关注周期里的哪些信号呢 下面小龙说两个点 千万别忘了 科普一个知识点 房价的崩盘 往往出现在货币政策宽松 利率比较低的时候 主要表现就是贷款比较容易 利息比较低 用一条简单粗暴的链路来进行表示 这就是信贷宽松贷款就多 贷款流入楼市 贷款就是钱嘛 是吧 钱流入了楼市 钱多推动房价上涨 楼市泡沫产生 房价下跌 为什么房价崩盘会影响经济呢 因为房子是最具备金融属性特征的商品 在贷款你好的情况代表 520% 贷款80% 自带5倍的杠杆了 买房赚了炒股赚了 同时呢繁荣的房市又自身了 以投资为目的的炒房客 大家都不愿意去停手 杠杆越加越大就这样 债务越接越多 泡沫随之而来 金融危机就这么发生了 总结一句话 当房价看起来较友好的时候 繁荣是必然的 金融危机也是必然的 因为人性的贪婪是不可控的 第二点 利率 利率到底有多重要 相信是个人都知道 经济好不好的时候 为了自己经济 国家一定会下调利率 大家一看利息少了 把钱存银行划不来 就会把钱取出来 购买能升值的资产 比如说房子 卖房子多了 卖房子的人 他就有钱了呀 他们就会拿赚来的钱去 买个豪车呀 买个奢侈品啥的 豪车奢侈品卖的好了 卖豪车奢侈品的人 也就有钱了 又会拿去买房 就这样 把整个国家的经济 那是给盘活了 咱们还是拿漂亮给我举例 20年的时候 美联储刚准备加息 一看口罩来了 立马降息刺激经济 欧洲日本紧随其后 富人一看降息了 马上加仓 卖入打折自成 所以这两年 那么多人失业 普通人只担心 工作是不是稳定 房租怎么交 富人却趁全球 大促销的时候 疯狂的扫货 你的双十一在11月11号 富人的双十一 在萧小的时候 看到这时候 肯定有人会问 降息好处那么多 为什么各个国家 不一直降息呢 一直降息不就可以 降低失业促进 经济增长了吗 别忘了 人性是贪婪的 有钱人越来越多 需求越来越旺盛 房子和奢侈品都会涨价 而房子和奢侈品的 原材料产业链 什么水泥压砖头 皮革机器这些 都会跟着涨 最后你会发现 通货膨胀 买了 全世界东西都涨价了 只有你的工资 还没涨 说起吉利话来听听 行不行啊 所以你要记住 天上不会掉馅儿饼 对于身处周期当中的 我们来说 少一点负债 多一点稳定的薪金流 做好储蓄和职业规划 才是我们目前要做的 我们没办法改变周期 只能适应周期 所以在座的各位 也要稳住心态 好好工作 多多存钱 任何时候多存钱 都不会有错 我是小冬 咱们下期见